台中市現在有多位國民黨黨內初選落敗的市議員 卻展開了集體的反撲 因為他們質疑黨內初選民調不公 有黑箱作業之嫌 而這些落選的議員還向黨部嗆聲 如果不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就要組成一個無黨聯盟 到時恐怕會對市長的選舉造成影響 多名參選國民黨台中市議員 黨內初選落敗的參選人 因為不滿民調不公 不惜危機參選 議員質疑黨內初選的民調不公 問卷細節加權計分的方式 事前沒有說明事後也沒有公布 簡直是黑箱作業 初選落敗的議員向黨部嗆聲 如果不好好處理 他們不排除出走自主無黨聯盟 議員放話主無黨聯盟會不會衝擊胡志強的選情 就看國民黨內部如何安撫 民視新聞李坤錫 陳建華台中報導